ET个股推介是比亚迪1211 经济部投资业华组选原因是 新能源车5月销量创今年以来最高 加上受惠于出口提振、政策支持等利好因素 支持新能源车股短期反弹 比亚迪是行业史占第一 加上出口岸年增速最高值得关注 今年以来比亚迪的新能源车销量持续加快 5月份销量岸年增长超过一倍达到24万架 创单月销量新高 头5个月增长9成8去到100万架 内地市场有领导地位 市场份额达到3成8 远远抛离对手 招商证券预测比亚迪今年全年销量达到300万架 岸年增长超过六成 到2025年将会递增到接近480万架 而比亚迪的股价星期三收258.8 策略上可以在大约254元买入 中长期上望前顶330元的水平 如果跌穿上升轨235元就要止蚀了 中长期wort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